现在上场的是刘玉轩来自星园华冰俱乐部 她的表演曲目是唐吉柯德 非常轻松自如的滑行感 那点三周 路冰有一些不算顺利 是的 她这明显是爱乐之城的音乐 但是她的报名表上写的是唐吉柯德 捷外三 捷外点三 伸身旋转 一个四级的配置 刚刚那个小跳非常轻盈非常漂亮 这是她的电机接续布 用这非常深也很准确 这样子的运用 很流畅的长卡布 这是一个四级的配置 但是想拿到四级太难了 两周半很好 轻松自如 换足的连和旋转 一个三级的配置 非常精彩的一套节目 刘玉轩 我看直播间有人说 刘玉轩昨天貌似发烧了 大家最近在发烧 哎呦 如果发烧的话会特别影响体能 本身她上个星期刚参加完浩泰战的比赛 然后这两个比赛离得很近 就已经很消耗体能了 然后再加上发烧 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她的发挥 希望她可以快点恢复过来 明天自由华有一个好的表现 成了 三加三成了 只是最后的那个落冰有一点 有点没打开 有一点小瑕疵 这么小难度这么高不稳定 太正常了 是的 所以她才需要更多的参加比赛历练 要找场上的节奏 找场上成功的感觉 这也是北京市华冰贤会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 来争取办这个北京市华冰和队类华联赛 然后也要办青少年华冰俱乐部联赛 就是为了给选手更多的参赛 锻炼的机会 这样当他们在这种比赛上 已经输滚瓜烂熟的练好了 再到国内大赛 甚至国际大赛上 她就会减少她的紧张程度 增加她的自信心 内点三加外点三里程改成了 后外三加 加加外点三 是的 到正中文正运 高八 大赛 横 感谢观看